英国哈利王子跟妻子梅根接受了美国名嘴欧普拉的专访 在今天完整版播出了 梅根除了宣布第二胎怀的是女生 也提到了先前传闻 凯特王妃因为花童的服装跟她产生争执 甚至是当场落泪 但是她澄清事实完全相反 是凯特让她哭了 哈利梅根接受欧普拉专访 揭露王室宫斗秘辛 完整版正式播出 梅根除了在节目中宣布第二胎怀的是女生 预计在今年夏天出生 专访中也针对心情有传言指出 梅根曾经与嫂嫂凯特因为夏绿帝公主 试穿花童礼服的事情有过争吵 甚至还惹哭了凯特 梅根强调事实正好相反 当年凯特对花童礼服感到不满 让自己很难过的哭了 凯特还为此向她道歉 并送了一束鲜花 梅根在节目中大吐苦血 也表示当王室成员 让她几乎活不下去 梅根还加码爆料 英国王室不想让儿子雅气当王子 儿子出生前几个月时 王室甚至还在讨论雅气的皮肤 会有多黑等话题 让她相当的不舒服 梅根只说英国王室扮演着散播谣言的角色 根本就是黑色豪门气焰 也让她忍无可忍决定豁出去 记得我家醒不到